權力保持中身 前陣子我一個電影學院的朋友 讓我去拍一部 例子片 我是男主角 它講的是一個 體弱都病男孩的 成长故事 这个故事的结局呢 是男孩开了个公司 娶了个心爱的姑娘 太逆致了 她从来没想过 先给自己看病 关键这种剧情 我妈特别爱看 看了那又说 学一学人家 这么严重还这么坚强 我说我是不够坚强 还是不够严重 因为是个年代戏 所以会有个角色 来演我的小时候 这个角色呢 是变向全社会升级的 有一天我跟我朋友 在一个小房间 看二十多个小孩 模仿我的视频 好笑又尴尬 有个小孩甚至是这样的 啊 好 我说我在这个小孩的症症里会不会太严重 我朋友说救他了 我说我 哎哎你啊 这个小孩跟我朝夕相处了半个月 他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学我 我每天的游戏 我每天看到他逐游地丧心并狂 他学完我还要我夸他 哥哥你觉得我闲嶼学得怎么样 我恍惚定有一种被四岁小孩霸凌的感觉 后来呢 因为金会有限不拍了 然后我本来还挺难过的 但仔细想一想 最难过的是那个小孩 他磨还我半个月了 他会不会恢复不了呀 我真的我到现在都特别害怕被当成是弱势群体 我上次在机场正常排队过完节 有个工作人员过来 他说你跟我走 我吓死了 然后把我带到了老幼孕蝉通道 他说去那排 我很生气 因为刚刚明明在那已经快排到了 我前面是一个孕户 后面是一个小孩 那个孕户还在看我到底哪里有问题 没办法 我只能 他说要不你排我前面吧 但某些时刻你会不自觉地 把自己带入到弱势群体这个身份 我上次在上海骑共产单车 被交警拦下来了 然后他说是寄了机动车道 我说我第一次来 他说给你开个罚单吧 我就觉得他看我这样他会同情我 我在等 等他说算了 结果他让我在罚单上签字 我就觉得是我表现得不够明显 我签字的时候就开始变得颤颤抖抖 他其实给过我台阶的 他说你来上海是来旅游的 还是来出差的 这时候如果你苟一点 你就说来看病的 但我骨子也诚实说来旅游的 来旅游那你有钱吗 这是他给我的第二个台阶 我说没钱怎么旅游 我觉得所有群体都不止一种可能性 我跟我朋友说 我特别想演那种 警匪偏离绑架别人的人 他说 哼 怎么绑架 你做的最好的绑架 就是道德绑架 你跟那个人是说你别动 你再动我就绑不上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身很强大 我觉得我这辈子永远不会道德绑架别人 但我也不会被生活所绑架 谢谢各位 各位好 我小家 又是新的一点 我居然参加节目收到了很多诗信 但我自己最不喜欢的一条是 上帝为你关上鱼上门的同时 给你开了一扇窗 你想想门和窗门一样吗 开都开了 为什么不给我开个后门呢 对吧 普通人走出去是要从门走 我出去要爬窗 而且我爬窗真的方便吗 其实我身体的这种特质 给我带来很多困扰 我前不久去酒吧喝酒 对 我也会喝酒的好吗 那个酒吧有个活动是 交了钱之后可以一直喝 我喝完第一杯想去续杯 那个服务员说 你不用再喝了 我听你声音感觉已经喝多了 太痛了 太痛了 虽然一年也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 但我觉得现在媒体啊 很会制造一些舆论的导向 我前不久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 他问我 他说你的身体缺陷和你说脱口秀有什么关系 我说我身体缺陷又不是说脱口秀造成了 哎呦 太逗了 难道是不好笑被观众打残的啊 结果那个文章标题出来是 乐观小伙 靠身体残缺 增上脱口秀大会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最夸张后面有个略带挑衅的 你可以吗 他太动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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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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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音太可爱了 哇 哇 哇 那音太可爱了 而且很多媒体采访我的问题 都一模一样 我有天实在不耐烦 我就要那个记者问完我第一个问题 我把所有他想知道的都回答给他 我说对对对 我的人生很特别 我还被狗咬过 狗咬我我都不哭的 我超乐观的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那个记者先是一眼差异 然后露出一丝微笑 他说我大概知道怎么写的 我说该不会是乐观长战小伙上节目 你可以吗 他愣了一下 他说你这个比我好 而且很多问题 在媒体的心里 他已经有了标准化的回答 但我想更真实一点 那天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你参加节目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说赚到钱 他说你要不要重新回答 我说不用 就是赚到钱 你可以吗 虽然很嚣张 那后面文章内容是说 小佳参加节目收获了他一生的财富 我特别理解媒体报道 有时候需要上价值 但我觉得他们也可以调侃我 甚至可以这样写我 比如说脱口秀演员小佳 有先天的身体缺陷 但实地看 感觉是装的 他喝完酒之后 见不如辉 甚至还会唱Rap 他说参加节目最大的收获 是赚到钱 语气相当轻蔑 感觉赚的还挺多的 太可爱了 说回来 我真的很感谢这些媒体 因为他们就是为我开窗的人 但是门后面的我 是更加真实有趣的我 我特别期待有一天 我的人设崩塌 我相信更多人会喜欢我 到时候我可以骄傲说一句 你可以吗 谢谢 太厉害了 好棒啊 其实今天我听到其他先不会听到结构最完整最巧的一篇了 对 而且自己用的又特别的靠谱 然后娜姐玩了命的说拍 必须拍 哦 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想澄清一下 也没有赚很多钱了 这个你澄清没有用 我帮你澄清 确实没有赚很多钱了 但是这一年说真的就是 我感觉我做了更多的演出 然后我自己会更加自信 对 然后去年说 我代表了一些人 今年我想做的是 把自己当成一束光 带着所有像我一样的人往前走 喝酒那番的时候 就我已经就崩溃了 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特别笑看人生 而且刚才从头到尾 我真的是迷恋你说的每一段 谢谢娜姐 谢谢 对 人生就应该都像你这样 其实最厉害的就是他不煽情 然后已经让你 就刚才喝醉酒 那个 然后还有你可以吗 我觉得那个很厉害 谢谢 就简单乐观 还有非常高超的喜剧技巧 对 设计的还是非常厉害的 谢谢 谢谢 真的 谢谢 好想像你学习 因为小佳每次演的头两个段子 每次都是 现场的观众还是不太敢笑的 对 然后慢慢的小佳用他的豁达和放松 让大家都放松下来 非常的感谢 我也希望呢 我们可以进化到 可以调侃你的地步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等一会儿天花板升起来的时候 可站稳 让我们恭喜小佳获得四灯 成功去级 生上变化吧 小佳带可爱了 我真喜欢他今年段子 他去年段子其实是有一点点成功的 今年就完全没了 他自己把它削解得太好了 因为你 我真的没了 我真的没了